这个老实人今天要爆发了 他将这几耳光狠狠地还给财阀千金 并且告诉财阀 从小到大父母都没动过自己一根手指 怎么能让对方仗着钱多就似一伤耳光呢 而就在刚刚 他将写了五年没敢拿出来的辞职信用力地甩在领导脸上 告诉他自己受够了领导的呼来喝曲以及职场PUA 接着走到欠钱不还的同事面前 勒令他以两分的利息赶紧把欠了三年的钱还给自己 不然他的香奶奶包就别想要了 说完拎起包包霸气地走出办公室 惊呆了在场所有的同事 他是办公室的便利天女孩 哪里需要就被派到哪里 给领导又是寄鞋带又是送水 却在被同事恶意半倒后 没人愿意站出来替他说一句话 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成了那个背锅的大怨主 同事见他老是好欺负 借了钱始终不还 催债就说他小气这点钱就催催催 他是办公室的小透明 工作中干活累活都是他 面对同事的抢单子领导的性骚扰 他都选择默默息事宁愿 不敢说不 干再多的工作帮同事再多的忙 都换不来同事的一句 谢谢和领导的一声夸赞 客户昂贵的戒指被偷了 上司首先想到的是 让他这个大怨重背锅 而他卑微到被冤枉成小偷 还被对方肆意翻包 甚至打耳光都不敢还手 只是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是大家眼中没人要的大龄圣女 已经34岁还没谈过恋爱 连牵手的感觉都没体验过 而今天他彻底爆发了 只因为自己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 医生告诉他只剩六个月的生命 他决定从今天开始 为自己通通快快地活一场 于是他到银行取出 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花存下来的钱 先是请闺蜜到最豪华的餐厅 上来就点了一瓶十万的酒助行 下酒菜的档次也得跟上 通通点了最贵的 九国三巡整个人都开始飘了起来 看到那边坐着的富二代帅哥 他想想自己都没谈过恋爱 决定放手一搏 用自己的魅力将他拿下 于是摘下眼镜气势汹汹的 潮帅哥走了过去 却不想走近一看 竟是自己刚刚辞职公司的顶头上司 也是自己暗恋了许久的男神 这时旁边的服务生 不小心把热酒洒在了彩彩的身上 他捂着领口仓皇地逃走了 生怕被男神看到自己这副狼狈的模样 这时的他酒醒了大半 跑出去的时候又碰到财阀女 原来男神等的是他 他这样的美女才配得上帅气的男神 第二天妈妈居然拉着自己 去进行第三百六十次相亲 一看资料年龄大学历低 又是单亲家庭的他 彩彩心想 索性介绍的八十的岂不是就等着继承遗产了 妈妈告诉中介自己女儿在名企上班 年薪好几千万 彩彩再也听不下去妈妈编造的谎话 告诉妈妈自己已经辞职了 妈妈训斥她年纪大还失业 还怎么找对象 彩彩觉得妈妈是嫌自己丢人了 伤心地跑到爸爸的分钱 绝望地质问爸爸 别人家的爸爸都给孩子留房留钱 而自己的爸爸却留给自己一个容易得癌症的身体 自己很想谈恋爱也很想结婚 很想有个可爱的宝宝 可是现在都不可能了 等他冷静下来 想起父亲患癌症的时候有许多遗憾 想起抗癌病人们的狼狈模样 他决定放弃治疗 去过自己没有体验过的生活 于是回到家拿出存折 取出自己这些年牙缝里抠出来存下的一个亿 来到商场买买买 美丽的妆容一化 时髦的衣服一穿 自己明明也是养眼的美女啊 接着来到机场 想要去自己梦里一直想去的那个地方 路过的男人都纷纷回头 目光从自己身上一步开 原来做美女的感觉是这样啊 于是从没坐过飞机的 他狠心买下一张头等舱机票 即将飞往自己向往的小岛 也为自己已经不多的人生开启新的体验 下了飞机来到酒店后 直接升级成超级海景房 身为导游十几年的他 却没有真正地认真看过一次风景 这次他要自己好好体验一次 驾着跑车沿着海岸线兜风 享受着海风的轻浮 光着脚丫在沙滩上漫步 喝着名贵的果汁到处闲逛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晚上回到酒店泡着早品尝的香槟 惬意到不行 心想要是再有一个男朋友 谈场甜甜的恋爱就更好了 老天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 第二天来这里出差 却独自开小差的帅哥上司 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 和他恰好入住了同一家酒店 他不敢相信 又忍不住好奇地偷偷看着自己的男神 这不是上天给的机会吗 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 勇敢上就完了 于是踩踩密切注意着男神的动向 想靠近又心虚地躲躲闪闪 不料男神从后面走了过来 见面就问你是不是李小姐 彩彩一听还以为男神在公司里对自己有印象 而自己不就是李小姐吗 他连连点头 男神伸出手问好 他小心翼翼地正要握上去 这时邮轮正好启动 他不偏不倚地摔倒在男神的怀里 柔柔的海风中仿佛就剩下了自己的心跳声 交谈中原来男神把自己当作他预约的导游 自己想要解释却实在开不了口 反正是自己的老本行 自己也心里索性将错就错吧 于是彩彩带着秩序去看了当地有名的表演 彩彩奋不顾身地去追小偷 因为穿着高跟鞋没跑几下就摔倒在地 智序凭借自己两米的大长腿在小偷后面穷追不舍 一个转角彩彩看到了逃命的小偷 顺势脱下高跟鞋用力向小偷砸去 却不想这一鞋结结实实砸到了男神帅气的脸上 钱包被见义勇为的大叔帮忙要了回来 他不断地向智序道歉 挽回自己在男神心中的形象 智序则责备他 明明看到对方有凶器还要追上去实在太危险 这时彩彩的肚子响了 本想结束今天旅程的智序 看在他一脸可爱的样子 陪彩彩来到他一直想要来的餐厅 彩彩贴心地为智序准备好冰块敷伤口 智序却反手将冰块捂在了他摔伤的地方 彩彩一时失了神 自己暗恋的男神居然也是这么温柔的一个人了 饿坏了的两人一起品尝着乌贼炒面 智序看着彩彩满口乌漆漆的墨汁 还认真给自己讲解的样子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两人来到海边 蹦蹦跳跳的彩彩将一只海虫放进智序手里 智序被这个活泼可爱的女人融化了 跟着傻笑起来 晚上两人回到酒店 真正的李小姐出现了 彩彩心虚地解释道 因为当初他叫自己李小姐把自己误认为是导温 自己不想让他失望才一直假扮下去的 而自己也是姓李也是李小姐啊 第二天智序看着眼前这个大烟熏飞主流装扮的李小姐 实在没有游玩的性质 这时看到彩彩出来他劝退了李小姐 大步跑到彩彩打的车上 两人再次达成一只一起出游 两人来到深水去潜水 接着来到教堂参观这里有名的教堂婚礼 没想到碰到昨天的小偷带着人来寻仇 两人跟着健毅勇为的大叔一路狂奔到汽艇上 秩序一脚踹飞追上来的打手 三人一起逃到了一个村庄 可是晚上村民只有一间房留给他们 两人只能被破睡在一间房 斩斩难眠的彩彩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有一天和暗恋的男神睡在了一个房间 可以如此近距离地看着睡着的他 一早两人来到海边闲逛 彩彩看到自己梦里出现过一模一样的礁石和海岸欣喜若狂 不久天空下起了雨 秩序拉着彩彩的手在雨里肆意地奔跑着 接着去参加了喝啤酒大赛 彩彩凭借过人的天分赢得了比赛 两人坐在海边 秩序为彩彩带上比赛迎来的项链 气氛瞬间如此暧昧 就在恰到好处时 彩彩突然打了个酒格 为了缓解尴尬 秩序也跟着大声打了一个 正当两人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时 秩序的未婚妻 那个打过彩彩尔光的财阀女却出现了